HELLO 大家好,我是月跑掌櫃,同時我也是 ULTRA 香港的 Red Team 成員 今天和大家介紹的是我手上的一雙很鮮,很標誌性的一雙全新的 ULTRA 越野跑鞋, Team 5 Teen 5 給我第一個感覺,當然就是眼前一亮,比起上一代,今代的顏色,除了我手上的很鮮的青色配粉紅色的配搭 還有其他的配搭都非常吸引,對我來說的顏色 而第二,第一個第一印象就是看到的東西 Teen 5 對比起Teen 4 來說,它的底部變成 V 底 顧名思義大家如果有跑山都知道, V 底的鞋底是爪地能力的放滑能力是比較高的 這兩樣對我來說都是非常吸引的 我今天就在香港的越野山路,跑過大概11公里 這11公里比我的感覺是穿著了 Team 5 之後 對比起上一代,爪地能力非常出眾,而且明顯有很大的分別 正直是早上跑,大家也知道沙上也有些霧水,或者地上也有些濕滑 但是,依然穿了這隻 Team 5 之後,穩定性非常高 每一步踩進去最方寶都非常穩定 這隻 Team 5 其實跟之前的幾代分別 我自己覺得這代 Team 5 最主要就是它的鞋底的爪地能力和防線能力 都大大提升了,因為它轉了一個 V 底 第二就是它的鞋的中底,因為它也提升了 用了 Ultra 的中底的專利技術,升級了做 Ego Max 的中底 所以我覺得它的中底的緩震能力和緩震能力都大大提升了 穿下去的 Fusioning 都很舒服的每一步 吸震也很足夠 而最後就是它的鞋子的透應程度 我覺得也提升了不少 特別是在現在的春天的天氣,又濕,又很濕 又很濕,又很濕,又很濕 我每次跑完之後 其實我自己的腳都會保持乾爽和舒服的 都不會說跑完之後很濕 那雙腳在鞋身裡面很濕 舒適得來,它又不會說很 bulky 它也是不會很重的 重量依然保持很輕身 但是它的保護性都沒有缺少 鞋頭的保護性和腳尖保護性依然保持得很好 相對地我自己覺得這雙鞋 我會推薦給大家 就算是短途至中長途 我自己覺得就算是100K或以上的100M的賽事 我自己覺得是很合適的 因為我自己認為幾點 短途賽事來說 這雙鞋不會說是很笨重的 很輕身和抓地能力都很高 適合一些速度型的考手 而長途的賽事 其實最重要是 在於保護性、穩定性和抓地能力 這雙鞋我自己覺得這幾點 其實它都做得很好 因為一來它有一個V底 二來剛才說過 這雙鞋的設計保護性也非常高 穿下去也很舒適 中底緩衝也可以幫助你 去應付100K或以上的距離 所以我非常非常推薦這雙 越野跑鞋 這是全新的天花 如果你問我的話 它最吸引的地方 就是 除了它 剛才說它的顏色 配色是非常非常吸引 這一代的天花 第二就是它的性價比也非常高 我拍這條影片之前 我身邊很多學生和考友 都有留意這雙鞋 都有問我意見 我第一時間跟它說 賣點如果它們知道 我也不需要多說 但是這雙鞋的性價比 非常非常高 一千三百元都不需要 就可以買到一雙有V底 也適合不同距離 不同目的的 不同用途的一雙越野跑鞋 現在在市場上 是不常見的 我自己也很推薦 我身邊的學生 考友 或者是 現在看這條影片的你 可以去考慮一下 這一雙全新的天花 如果你這一刻 是想去物色一雙全新的山鞋 希望這條影片能夠幫助到你去認識 更多這一雙全新的Ultra Team 5 留意著我下一條影片 就會跟大家介紹 另一雙全新的越野跑鞋 就是這個Ultra的網幫卡瀑 中文字幕視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